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12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孙诚 今天呢是世界艾滋病日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呢 现在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也高达40%的速度在递增 感染途径呢正转为以性传播为主 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中国的艾滋病有关的问题 我们首先请樊东宁来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东宁 好的 谢谢孙诚 在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的后续方面 印度当局星期一说 孟买的太极林大酒店内的尸体清理工作已经完成 死亡人数维持在172人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印度当局宣布完成了太极林大酒店的清理工作 威胁已经排除 印度安全部队逐个检查了酒店的500多个房间 搜寻暴敌物和尸体 印度军警两天前在这个遭到手榴弹和子弹破坏的酒店 杀死了最少三个武装分子 印度军队之前已经排除了另外两个地点的威胁 包括五星级的奥拜罗酒店和沙巴德大楼犹太人中心 警方高级官员表示 在这个60小时孟买攻击事件中 唯一被捕获的枪手宣称是巴基斯坦武装分子组织的一员 这个组织和纷扰的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地区有关联 随着越来越多有关政府处理攻击事件的细节浮现 印度媒体对安全部队的准备不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总理辛格做出保证要加强海上和空中安全 并且研究成立新的联邦调查机构 巴基斯坦总统府发言人已经否认了枪手和巴基斯坦有关联的指控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巴基斯坦官员说 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河谷的一处军事检查哨卡 星期一遭到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的袭击 至少9人丧生30多人受伤 有关官员说被炸死的多数是平民 今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的警方说 塔利班激进分子打死了两名卡车司机 他们的卡车上装满了为驻阿富汗的北约和美军部队运送的物资 这起实际事件今天早晨发生在西北城市白沙瓦的一处运输终点站 星期天巴基斯坦当局说 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 对立的民族和政治团体之间发生的冲突 导致至少17人死亡 60多人受伤 在其他地方 激进分子袭击了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城镇 本努的一处安全哨卡 其间有三名警察和三名激进分子被打死 韩国对北韩实施新的严格越境限制深表遗憾 韩国统一部长官惊吓中星期一表示 这项措施没有道理必须立刻废除 统一部发言人金虎年说 越境限制违反了南北韩的协议 平壤说新规定是抗议北韩所说的首尔的敌对政策 北韩当局从星期一开始 将在西部边境的多拉山口过境点 每天只开放六次 其中近和出各三次 之前原本是一天19次 获准过境的车辆和人员数量都被减半 美国消息方面 民主党官员说 美国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预计将利用今天晚些时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来宣布提名昔日的对手 希拉里克林顿出任他的国务卿一职 预计奥巴马在芝加哥举行新闻发布会时 还会宣布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的其他人选 预计他将请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继续留任 必提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将吉姆琼斯 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民主党消息人士还说 亚利桑那州州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 将被提名为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苏珊·赖斯 预计将被提名为驻联合国大使 消息人士说前司法部副部长 埃里克·霍尔德将被提名为司法部长 在奥巴马预计将提名克林顿出任国务卿之前 他们两人曾经在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期间 长期苦战并且伤了和气 今天12月1号是世界艾滋日 在全球3300万的艾滋病毒感染人口当中 亚洲是第二高的边缘携带区 而中国因为近年艾滋病发病率的迅猛增长 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并警告中国的艾滋病毒已经扩散到高危人群之外了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中国的艾滋病正在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专家表示 病毒正在逐渐透过高风险的性行为 散播到非高危人群的一般大众 中国领导人过去一直否认 艾滋病在中国是一个问题 最近几年来 他们的态度出现了转变 不但更公开的打击艾滋病 也承诺要实施匿名检测病毒 对低收入者免费治疗 以及禁止歧视艾滋病毒感染者 北京市今年更通过一项法规 要求所有的旅馆跟卡拉OK歌厅 在房间里提供保险套 北京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 关宝英表示 饭店的然后这个老总呢 首先认为我的这个安全套受套机 和他整个宾馆的设施是不相匹配的 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第二个问题 更多的问题呢是 他就是我他安了安全套受套机以后 公安部门会认为他这儿有这种 这个性服务场所 专家认为 中国一般老百姓对于艾滋病防治的观念 仍然有在加强 北京市民范先生说 有时带有时不带 我觉得带不大分别 教育方面大家都够吧 可能是个人 他们感觉问题吧 有的可能会觉得不带会比较刺激一些 北京卫生局的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 北京市九万名性工作者当中 有超过一半没有使用保险套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驻华代表处主任施赫德表示 在中国艾滋病毒主要是在高危人口之间散播 但是如果认为艾滋病毒在中国的传播只停留在这个阶段 就是个误区 所有的艾滋病高危人口 包括注射毒品的使用者 同性恋者 以及性工作者 他们都会和异性的性伴侣之间有所接触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据估计 目前在中国艾滋病毒代言者大约有70万人 其中大约有8万5千人已经发病 不过中国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感染者只有26万4302人 这远远不及联合国所估计的数字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以上是这一集的国际新闻 感谢收听收看